大家好我是TED 今天来带来的是腾讯TD爬抗新的比赛 在今天呢我们是用着随机 然后这一把我是随到Sky族是吧 随到Sky族的话我个人觉得 四个人看到我的Sky族都要抖三抖 但是比较凶残的 好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给自己一个淘宝小店打打小广告吧 店里呢现在也有很多好吃的零食 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嘛 TED你能不能换点广告打 你的一个广告台词说来说去 无非就那五样是吧 那好嘛在今天我在这里隆重的给大家推荐一款 叫掌中宝掌中宝是啥玩意儿呢 你们都知道什么鸡爪子 鹅爪子 鸭爪子 中间肉最肥美的那一块 然后切下来做成了一个 说多了 口水都流了也不说了 反正我店里那个掌中宝呢 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的 我跟我老婆是特别特别爱吃的 同学们你们可以来买个尝一下 好还是依旧国际管理是吧 在TED的一个视频里面 国际管理就是开场的时候 一定要读一下什么 来自微信的一个同学的留言互动是吧 来自微信的一个同学 叫欧突曼同学 你这个名字都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 不过我们不要在这些细节是吧 他给我留言留言是啥 TED你经常就说 不要在这些细节 然后后面有一些视频说细节决定成败 你压的是不是坑我呀 在这我想给大家说 这些东西不要在这些细节好不好 你们上学的时候肯定听过那句话 你们这群人要把这个教室 当成你们的一个家是吧 我们要好好的爱家 然后有的时候吧 你不做那个清洁 然后老师肯定会说 你真把自己 这是当自己的家了 这是公共设施 不要这样 所以就跟我那个话差不多是吧 有的时候每个语境也是不一样的 像我语文是学的特别特别好的 你们也是懂的 最多比赤盖稍微高那么一点 现在我们已经不说成语了 我们开始说歇后语了 比如说我给大家来一句 池浅 那个哦不对 那个妙小妖风大 池浅王八多 有没有我那么拽 肯定没有 这一把呢 既然是个人主内战的话 我还是比较偏向于来点暴力的一些英雄什么的 比如说MK这种英雄 其实像MK这种英雄的话 我是最爱用了 因为他真的是彰显了男人的一个霸气 除了身高有点短以外 其他的都还是可以的 然后在这的话 也是自从那次我自黑了自己一次以后 很多朋友也开始跟风黑啊 我最讨厌你们这群人了 我那时候不就解释了一下 我的TED不就是谐音有点特短吗 你们这群人呢 三天两次在我微信在我优酷里面 各自给我留言也是有点过分啊 其实你们这样你知道吗 这样还能做朋友吧 真的不好做朋友了 好这里的话打人主内战嘛 我们用MK 而且人家是官员看到我的MK以后的话 肯定不敢大清早来烧找 所以说我们还是老样子 直接一波开框开过去 打一个时间差什么的 其实当人主内战的时候 对方是人主的话 他心里肯定会想很多的 人主内战面对MK首发 肯定大法师要提到一个三级的 除非他也是个MK首发 不过这种几率的话 真的是犹如火星撞地球那么低 我们也是可以不考虑了 然后另外这个矿点的话 我们可以顺势放下矿 你看这未来就是我们的美好 放下矿以后开矿造塔 然后双矿就开始已经 就是开始产权了是吧 我们可以屌尸当成高富帅 然后逆袭白富美 然后进军奥斯卡 然后最后是获得一个大奖 不过正在我谈笑之间 说未来的时候 对面这一个大法师 怎么不跟我的剧本手 那这过分呢 我一个TPTP回来了 看能不能把他大法师给围住 好他没走是吧 你还不走一个锤子 立马叫你做人 你不知道吗 我的一个锤子 用起来连我自己都害怕 这一波的话 我的农民是损失了4个 不过还好是把它给BTP避回去了 不过现在的话 我是有点断木头 是吧 开矿的时候遇到这种双线杀农民 其实是非常非常伤的 其实说最近我回微信吧 其实说现在开始回微信 我都不不单是跟你们回微信了 更多的是就觉得吧 你们有的人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逗 像有个微信同学 叫小回生的同学 他说了个啥 昨天晚上跟兄弟们出去吃完烧烤 喝完酒 然后回来的时候回到小区 发现小区的一个停车的 那个停车位嘛 被人家占完了 然后他非常非常机智的 站在那个楼下大吼了一句 你家老公回来了 然后瞬间三分钟以内 下面的那些车 100个车里面开走了80辆 妈呀 你这个小区真的是 藏着些 藏着些 人藏着是有点深是吧 我是想说 看我视频的 你们这些是真人真事 但是还是你们自己歪歪瞎编出来的呀 这要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未来没准也是那一个是吧 不过这都也说说就好了 我们不要当真是吧 现在的话 对面也是有点凶残啊 分了四个步验进来打我的一个农民 你说我农民采个钱容易吗 当太太的一个农民的话 死伤肯定比死盖的还要重 我这边把家里的农民也是直接敲过来 毕竟我现在说话在手 有的就是钱 你们都懂的啊 有句话叫那个啥 钱钱钱命相连 然后后面你们肯定十有八九 不知道后面那句话了 分分分命根根是吧 所以说钱这个东西还是要慢慢的积累的 像屌丝那种想利息白富美的话 真的要依靠很多这个东西 不过真的在这给大家说一下 我身边几个真人真事 就是属于那种模特 模特般的身材 然后天使的那种长相 男朋友各个都是屌丝 而且都是属于那种家庭条件一般 然后自己的一个收入一般 但是唯一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啥 他们对自己的一个女朋友 都非常非常的一个真心 然后那些就是长得漂亮的那些女的呢 的确也是看上他们一点 犹如我家老婆看我一样知道吧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要问嘛 你跟你老婆是怎么认识的 我就是回家这缘分认识的是吧 而且是啥我老婆太漂亮了 我爸妈第一次看到我老婆的时候 在问我这句话 哎 儿子 那个 他看上去哪一点啊 你要身材 没身材 要长相 没长身材 要钱也没钱 你除了 那个东魏比较大 你还有啥呀 哎当时我就说 哎老妈你是帮我的吗 你是什么天王派的是吧 有点过分是吧 有天王黑我也就算了 你还是我亲妈的 亲妈都那么黑我有点过的 其实有的时候吧 不管是女生也好男生也好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最关键的是啥 要真心相待 像最近的话 也是接到了很多朋友 不管是分手也好 什么提那个表白成功也罢 反正我个人觉得呢 缘分这东西 说就是说不来的 一定要是做才做出来了 其实很多朋友就在说嘛 哎呀知道 以前你跟你老婆是怎么表白的 我跟你说 我表白的一个那个方式是非常的直接的 非常的真男人的 在这的话 希望大家也不要学的太多 比如说像当年我去提亲的时候是吧 你们绝对没我屌 我提亲的时候是一个人坐着车 然后去我老婆他们家 然后直接是敲开他们家的一个大门 然后走出去面对着未来的一个岳父岳母 说了个啥就说几个字 把你女儿嫁给我 你们就说像一个男人像我这样 有没有我屌肯定都没有我屌的 我当然就真的是这样去提了一个心的 说完这个话 他爸妈就觉得吧 这外面什么什么的神经病啊 这估计从来没见到过那么提亲的 不过就像我这种吧 我本来我这个人就属于走着有点非同寻常的 打个魔兽也是 不过有的忠心点是好的 就是我们不违法不乱记 不偷看隔壁的小姑娘洗澡 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 现在的话我觉得有点虚啊 对面这个部队也是看不到 我家里先补起这个塔再说 其实打现在为止的话 我没有TP也只能用牌子边去拖一下时间 对面这不停的拉一下民兵 这数量还是比我有点多啊 先拆了一个上队来说吧 农民也是不停的来回来回变成民兵跟农民 哎呦对面一个MK走过来了 家里也有大量的一个民兵 不过还好我的一个步兵数量是不少的 不过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女巫减速减得有点及时啊 赶紧的小弟们先把我走回来 这一锤子是没锤到他 对面这个MK是锤到我了 来双方这一波的话 开始换一个英雄 他是顶起了一个无敌啊 太无敌的完了 我这个裸奔的怎么办啊 你说有的时候不穿鞋的 还真的有点怕穿鞋的 这一波的话是直接损失掉了一个三级MK 不过你们要记得泰德的那句话 你用MK不是北影毕业的也记得是一个中系毕业的是吧 这年头MK开王旷不死几次 你怎么对得起你自己 不过现在来说的话 对面这个男女巫数量好像有点多啊 这个塔还是现在也造多一点了 毕竟对面这个大法师也不是吃素的 MK回来了以后 只能补给一些小的一些回复 比如像周松饼啊 或者是什么猪肉浦牛肉粒啊 要直接在我身边的话 直接是能马上吃满血回满来 然后找人家干一波 现在来说的话我们既然双方在手 唯一要做的一个思路是啥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种思路 在这的话有能告诉大家一些 像刚才MK死了以后 对面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链极 扩大一个优势 巩固一下优势 另外一个就是开矿 然后第三个 哎不对 刚才我说了两个 第三个就是来进攻 但是他现在是没来进攻 所以说我刚肯定的就是 他要么是在开矿 要么是在猛链极提高个等级 所以说我们这里可以打个时间差 直接是奔去开一波矿 只要开启一个三矿的话 这年头三矿的那才叫大哥 其实开矿的一个时机的话 是非常考究的 像我在这的话给大家说一下 开矿更多的是找一个时间差 而不是说当人家脸开矿 其实当脸开矿是危险程度 非常非常高的 在这的话也不推荐给大家 现在四个步兵的话 是直接像赶死队一样 走人家家里 说到赶死队的话 这最近赶死队3好像8月份就要上映了 我跟我老婆都特别特别亲爱的 最近我自己看电影也是看的蛮多的 我个人觉得国产电影最近那个什么 算了不黑了不黑了 万一人家那个片方等会找到我这个色情小 不对啊 我不是色情的 我是一个很严谨很严肃的逗逼小主播 我被你们这群色情观众给带坏了 这四个部分也是往里面来串来串去的 说到最近的那个电影吧 这个自从变形金刚4是吧 他这个上映一个月还没下下 这个是有点超乎人类想象的 我觉得是非常的屌的 8月份那个大片 我看上了两个大片 一个是那个什么星球崛起2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赶死队3 我觉得赶死队3的话 真的是真男人的一个选择 像我那么真的一个男人 不看那个片怎么对得起自己啊 这里的话对面一个MK4直接捶了我一棒捶 不过还好哥有传送棒在手 其实看着这个传送棒 玩过Dota1的都知道 这个东西可是值大加钱的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版本就是一个加钱 像这个传送权杖在Dota里 有多少人下面就会想到 他要么是一个圣剑 要么就是一个灰药 想灰药的同学的话是更多的 其实最近很多朋友来说 你为什么不考虑转型下Dota2什么的 其实Dota2这个游戏呢 我是觉得好玩 这个是肯定没错的 但是你真的想当职业选择的话 是非常非常难的 你看一下现在打Dota那群人 Dota2那群人 哪个打Dota1 不是打了六七年以上的 你告诉我 我现在刚开始打是吧 我虽然说以前也打过一年的Dota 你要我去打职业 那肯定是不现实的 最近很多朋友来说 Ted你打直播怎么也不打英雄联盟了 其实英雄联盟对我来说真的是 就是一个娱乐 我一直没说过我要打职业的 而且在那一次跟弗莱两个组了一个队 打那个RSA的一个路阿路比赛以后 我们得了一个冠军是吧 冠军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赢了好多好多一个高手 然后赢了那么多人以后拿到冠军 我就觉得我可以功成身退了 其实我就这样的一个人 跨越了一个项目以后 我总想去把它给征服下来 征服下来以后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算是成功了 你想英雄联盟里面吧 我是已经到达过电信医区最强王者 然后也是拿过一次冠军 所以说冠军的话 不是属于线下比赛 线上比赛也是蛮大的一个冠军了 然后拿到冠军了 我就觉得真的是无欲无求了 路阿路至少这方面 我至少比不少业余选手 是厉害不少的 所以在这里来说的话也够了 所以说现在的话 也是开始转型其他的一个东西了 当然转型的话 肯定更多的是一个团体游戏 像最近很多朋友就来说 Tender你打的那个直播 3D的那个游戏叫啥 3D这个游戏叫神之浩劫 最近我跟弗莱也是打的蛮多的 因为明年1月份 国内有一个100万的一个比赛 所以说我想跟弗莱两个人 一起在团体项目里面刺刹风云 然后是展露一下涂角的 你说我们都是在单人项目里面 得到过不少这个荣誉的 如果能在团体项目里面打的有板有眼 不只是对自己 其实对所有人都是 算是一个交代是吧 毕竟我们不是说那种 只能在一个项目吊死那种 我觉得各种团体项目的话 可以蛮适合我的 其实你们都知道认识我早一点 都是知道的 我打团体项目肯定都是打个人项目 更厉害一些 团体赛应该叫 团体赛的发挥比个人赛好很多的 这里走出来一个血法师 对面这个MK 配合这一个女巫有点过分了 我去 我本来想这个虚无保一下小面了 对面这个MK 一锤子砸了我一脸 砸得我这个心肝脾肺子 全部都砸出来的 这个时候只能是MK 提起他的小内裤 就赶紧往蜂框那边跑了 现在来说的话 对面是一个双框在手 不过我现在这个财富也是有点爆表了是吧 4000多块钱 你们有见过打1v1那么多钱的吗 当然职业比赛里面也有过 职业比赛里面 我见过最夸张的就是慕恩打LUCIFER 有一次打那个什么NGL还是NSL 反正在上海的那个星下比赛 骂呀慕恩那个1万多的一个存款 我也是服他了 当时我就觉得吧 那LUCIFER看到对方都乱框了是吧 自己就两个框 这是什么想法吗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给自己一个理由 找点机器算了 这不是助长他人的一个威风吗 其实有的时候打现下比赛 不只是考验一个实力 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 就是那个啥 心理上的一个变化吗 其实有的时候打比赛 你真的让人家秀到飞起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好事 而是属于那种啥 你要知道你这一把输了以后 下一把该怎么打 你这样才能发挥的更好 对面这个MK 你说你一个三级矮子 对着我四级矮子 那么来打 咱们都是矮子 不带这样的 这里我要躲一下 哎呀笑了 躲在一个锤子以后想走 想走 对面顶起了一个无敌 看来大家都是有无敌 一个虚无一锤 这个锤子砸了他心肝批分子 全部砸出来了 不过看这个情况的话 你这个老头儿走了 你横数都得给我留一个小的是吧 想走 吃了大雪皮是吧 大雪皮吃了也得给我跪下 你毕竟你那个不是24K纯牛肉粒 是吧 顶多是一个山寨版的 现在我们是要穷追猛打 想走想走 大家都是穿鞋的 是吧 都穿鞋怎么跑的都一样快 这牌子货跟山寨版的 应该还是差很多的 像我这种比较好的一个牌子的话 怎么跑不动 其实最近的话也有很多同学在微信说 他猜着 其实我们现在关注你的视频更多的是啥 关注你的一个片 是一个马瑟克片 还是一个无码或者有码呢 我真的想说 你看我那个观众都成什么了 平常我最早做视频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 非常非常正规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解说 自从被你们摧残了半年以后 我的一个风格已经变得我自己都看不懂了 我老婆都是在说 你以前性格好像不是这样的 你现在性格怎么变成这了一点过 现在的话我是买了一个三发熊猫 准备去进攻了 施救这个东西多起来是比较可怕的 很多人应该说施救打不打得过 那个AC或者是猎头或者是蜘蛛什么的 我在这告诉你 你不要拿一个一本兵种 跟人家这个三本兵种比好不好 施救这个东西真的打团战 他主要是数量一多 他建设起来肯定是不得了的 很多朋友在说 这兽族打人族三本施救 为什么不用猎头呢 我告诉你说 你用过以后 你绝对想把猎头给拉黑的 因为猎头打施救 简直就是 你打死一个施救 你这个部队都快没了 不要给我说攻防克制 那个是假的 现在的话 这个疯狂是被我施救砸的还是比较快的 其实你想施救拆人族的塔 真的是拆得比较凶的 这边农民也是一个一个在挖挖的叫 对面是在练一个乌龟 他还是不敢过来 可以看到 我的一个气场是多么的一个足 而且我现在 不管是快一百人口了也好 我的钱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算打完这一波 我们还可以再起几波起来的 对面直接是踢不踢怪了 我们来 调下这行 这跑下远这些猴 来 根本不慌 对面是飞机是吧 飞机 看哥怎么打飞机的 真男人打飞机绝对不拉不扯不动 这里就看谁掳管掳得更快了 现在飞机是一个一个在往地上在坠 是吧 这年头是就打飞机就是那么自信 只要打他两下 就直接掉一个飞机下来 好这里来来回回以后 他是飞机死的差不多了 而地面的一个部队的话 想打死就肯定是不可能的 天上一个飞机是一个一个在爆 这里我们刚好开始杀这个MK了 MK一个锤子一砸想走 一个虚无加锤子加臭蓝 让你来得射 现在我的MK的血量是非常的低 而且我没有保密道具 哎呦对面一个锤子砸了我一个脸 想打我的MK 现在我一个虚无 那是神之虚无 直接是一个锤子砸完这个大法师 另外一个是就砸完一个MK 简直就是double kill 帅成炸了 然后对面上面是打出了一个机器 这一把最后打血仗 我真的不得不佩服我这个神一般的一个操作 当然允许我这么自恋就行了 是吧 我这个自恋也是只在我的视频里吹牛逼的 我从来不在什么正规比赛里也好 或是在七七八八的其他QQ地方 或者是公共的一个地方吹牛逼也好 其实我觉得吧 视频这个东西不单是要 把自己生活的一些趣事分享给大家 最关键的是啥 有的时候你能吹牛逼的时候赶紧吹一下 真的你要走到外面的话 你吹牛逼觉得要被人家乱棍给打死的有点不科学的 好 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把这场比赛赢的几个点的话 一来我是因为人主内在首发的MK 是拆到了对方的一个心理 在我开矿的时候 他肯定不会来烧到我的 然后其实呢 最关键最关键一个点 就是在于我死MK的时候 毕竟是中系毕业的 是演的非常非常的像的 去酒玩买出MK回去补给力下 赶紧开了一个三矿 然后打到后面是一个三矿打两矿的一个局面 其实如果双坑打双坑的话 人主内战里面 你用死救 其实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战术的 毕竟死救蛮怕龙鹰跟飞机这两个单位的 其实最后一波 为什么飞机打不过死救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我死救的数量的确是非常的非常的多 第二个原因也是最大的原因 就是有一个跑野选拙 跑野选拙业后的话 两个死救就直接一个骑士就能打爆一个飞机了 而飞机他的一个定位是这样的 他数量上去以后 他确实是空中霸主 但是当他那个数量没有达到 就是能秒杀你空军的一个数量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旦他开始死了以后 他就崩盘了 跟那个猎头打那个死救 其实差不多的 理论上来说的话 两个猎头打一个死救肯定是虐菜 当数量上去以后 你会发现地面上的一个兵种 打死救都是吃不消的 这也是很多朋友在说 人主打那个UD 死救成型了以后 UD为什么用蜘蛛死活打不过 因为当你准备打死一个死救的时候 你就是已经死了两三个了 所以说你打死人家两个 你就死差不多了是吧 所以你这没有资本跟人家拼的 毕竟一本兵种你要打三本兵种 那还是非常的难的 就像我们临时店里的 不要吃山寨的临时 来TED的一个临时店里吃 24K存帝王牛肉里等着你了 好今天的话是介绍那个掌宗宝 掌宗宝的确是非常的好吃的 有点小微辣的感觉 然后喜欢辣的同学的话 在这给大家推荐一个叫 夫妻废片 我店里也有的 里面是牛肉片的那种感觉 是非常的好吃的 当然我这的话肯定没有什么 山寨货或是假货的 什么都是真的 24K帝王存留之力 除了牛肉 啥肉都没 好本期视频也为大家解锁在这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同学们拜拜